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现代的交通工具 但是有没有想过要突破 要提速 继续的把这些速度抬起来呢 是的 科学家和一些企业家正在着力于此 希望把这些交通工具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你比方说坐飞机 现在飞机的速度800多公里 那未来的飞机一定要比这个速度快很多 这样才能够满足人们的一些出行需求 而这个总部位于佛罗里达的超音速喷气客机公司叫Aaron Aaron首次展示了他的AS-3TM客机 这个飞机的速度将会达到4马赫以上 这个厉害了 这个飞机目前还处于概念化的工作当中 同时围绕客户的意见进行修订 当然他在这架客机出现之前 他要先推一个公务机 就小一点的 这个小的公务机能够达到1000英里每小时 就是1600公里每小时 这个名字叫ARS-2公务机 这架飞机就能够带50个人 那但是50个人对于公务机来讲也不错了 也很大了 然后他还能飞1600公里每小时 就是现在飞机的两倍速度 你想一想 现在如果飞伦敦 从上海飞伦敦13个小时 将来就7个半小时 7个半小时左右 6个半小时 就到了 那从这个东京飞洛杉矶 现在是要7个小时 如果有这个速度 提一倍 三个多小时到了 所以从上海再飞洛杉矶的话 也是十多个小时 假如减一半 七八个小时 这个速度 一般人来讲 还真的是能够接受 当然现在这么快的飞机 也仅限于有钱人 所以他们这个思路也是蛮对的 既可以保证飞机不大 不那么大 又能够保证它的这个速度 这样经济性也可以实现 当然它的这个AS3TM 马赫4的这个商业机 它的速度 未来速度是多少呢 是3000英里每小时 3000英里每小时 就是4800公里每小时 这个速度又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速度 又翻了一倍 所以这样的话 你从上海到伦敦的话 两个小时飞到了 那你从上海飞洛杉矶也差不多 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这个跟在国内飞一样 我们现在老飞贵阳到上海 上海到周边 这样的话 两都是基本上三个小时以内 两三个小时的航程 基本上比较容易忍受 觉得这个时间安排能够接受 那将来国际旅行 也达到这个国内旅行的这个速度的话 真的是非常棒的 而且这个商业公司 其实它虽然只是一家单独的商业公司 但是它的背后 实际上是有一堆的这个 国际知名的大型的这个航空公司 包括波音啊 GE啊 Sprite 塞丰 BAE 霍尼尔 Inova GKN 还有雷神 等等公司 他们在一起在合作设计 所以小米呢 想了半天啊 要准备投一千多亿 去造这个汽车 其实真的不如造个飞机 打造这个商业飞机 其实这个梦想应该能够实现 我们下周期 一枚 我 尤其 员 逆